娃哈哈发文致歉 表示宗富利将继续履行 他的职务不辞职了 一切似乎尘埃落定 但是这个民族品牌 还能继续向前吗 财源社报道说 娃哈哈的内斗 似乎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光明的结局 前些日子我们知道 宗富利突然发了一个辞职信 表示说由于和股东之间的矛盾 他要辞去自己的职务 而另一方面 有各种各样的声浪出来 比如说有人竟然举报 说宗富利侵吞国有资产 也有很多娃哈哈的员工 甚至宗富利家族的成员 站出来表示了对他的不满 但是最为关键的是 整件事情复盘之后 我们发现原来宗富利 哪怕把他老爸的遗产 通通都继承 但是他对娃哈哈的持股比率 也不到30% 娃哈哈还有另外两大股东 一个是杭州的国资 一个是娃哈哈的员工持股会 宗老爷子在世之时 以他强大的人格魅力和企业开创者的地位 使得他能够牢牢的把握股份 可是宗老爷子去世之后 宗富利能不能挑起这个大梁呢 他的形式风格和宗老爷子有很多不同 所以呢他也遭到了很多下级的反对 这恐怕是这次娃哈哈股权之争 导致宗富利心灰意冷要主动退出的原因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啊 宗富利的以退为进 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各方其实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那就是合则双赢啊 尤其是对娃哈哈这样一个知名的民族品牌 上级和下级之间股东和员工之间可能会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 但是如果任由这种矛盾发展下去 显然对品牌对企业的损伤是很大的 宗老爷子去世之后 娃哈哈在全国热卖 很多地方都卖到脱销啊 因为我们广大网民尊重这样一位民族企业家 当然也爱屋及乌把对宗老爷子的尊敬 转移到了宗富利转移到了娃哈哈身上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宗富利辞职信一传出来之后 很多网民甚至表示说他再也不买娃哈哈的水了 我想娃哈哈集团的股东也好 管理层也好 应当认识到这一点 如果他们在内斗下去 可能真的很多消费者会用脚投票的 所以这可能也是促使宗富利回归的原因 既然广大网民广大消费者对宗家倾注了如此的热爱 我觉得娃哈哈的管理层真的应当用他们的实际工作回馈消费者 不要再内斗下去了 而要给我们提供更好的产品 把娃哈哈这个金字招牌进一步的插亮啊